历经三年半的南海仲裁案12号宣判 菲律宾的诉求大获全胜 但中国外交部主张判决非法无效 并强调可能激化区域矛盾 由于台湾所属的太平岛也遭受波及 被认定为延交 外交部谴责仲裁庭自行扩权 主张维持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 来和平解决南海争议 意大利南部两辆载客火车 在当地时间12号上午高速对撞 造成至少25人死亡 事故原因还有待进步调查 大批搜救人员也持续在 摄氏40度高温的现场搜救 由于意外发生的轨道为单线轨道 又没有自动刹车系统 事故当时列车可能以每小时 90公里的速度相撞 酿成这起意大利7年来 最严重的铁路事故 在一场9号美国达拉斯抗议警察 枪杀黑人的游行上 发生杀警枪击案 造成5名援警死亡震惊全球 13号举办追悼会 到场之爱的美国总统欧巴马强调 美国人除了要对抗根深蒂固的 种族歧视 也应该给予警察执法上的支持 曾任德州州长的前总统小布希 也到场致意 表示就像失去了5个家人 并呼吁大家更加团结 保持希望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东西是否认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